花林县政府办理的109年原住民职业训练计划 原住民家具木工训练剂创意家具设计班 课程从6月7号到8月22号 一共有154个小时 招生15位学员要进行密集训练的课程 应用原民生活艺术以及现代家具实作的技术 结训之后也可以参加今年度家具木工类秉级鉴定考试 花林县政府办理109年原住民职业训练计划 原住民家具木工训练及创意家具设计班 现在学生表示木工手作生具原住民传统文化之美 透过创作的巧思创意 展现出原住民木雕技艺细致精巧的创作 而县府原住民形成处将就业与生活融合 绘画云住民职业训练计划课程 透过近视化小而美的课程 让学员们在讲师的指导之下 培养一期之场 进而鼓励并且促进族人在地就业 在地生活 这个透过一些专业的辅具的辅导 它的强度 然后受到认证 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木头去做我们的这个管杖 其实也不是不行 而且更加的有温度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身心障碍的辅具 像我们化妆室的用手撑起来那个把手 其实那也可以用我们的木座 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温暖 而且更加的有温度 长者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就在医院都是不锈钢 都是冷冷冰冰的 其实有很多透过我们一点点小小的用心 就可以让我们的赏贝更加的舒心 所以在这里 这位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未来 我们李老师 老师 对 我们李老师 真的要谢谢 上一次交出精彩的成绩单 非常非常好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展现 然后一百多个小时 对不对 其实北周南都需要看 真的不需要让南区或中区的人 真的好远要来到北花莲 我也更希望中区甚至南区也可以开课 原名处长陈佑森表示 这次家居木工训练才考训合一的方式 邀请黑衣女手作幸福工坊 李小华老师担任讲师 课程结合原住民文化元素 工艺制作精华加上个人创作和巧思 除了参加证照考试之外 期盼能够提高作品深度 鉴赏价值及市场卖点 木座具有温暖的手感 在室内摆设作品当中 广受消费者的青睐 演习当中专门创作将部落元素 落实在作品当中 也让学员们手作木工家具 不仅是一般商品 能够提升蜕变的艺术品 而开讯当中 现任迪布斯依赖 简志龙 张美慧 议长办公室助理 梁泽斌都前往出去 为学员们交易打气 学员们以致肯定 宪府开办这次的家具 木工训练的用心 希望经过这次的训练学习 以现代功法 加入文化创意制作美观 实用又深化文化的意义 手作家具 让学员们能够学到各种实作技艺 期盼能够在求职当中 能够顺利录取 期待准备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